你 干嘛呀你 我还想收拾你呢 自己就来找我 为什么要收拾我啊 你说呢 要不是你这个害人机 搞得现在公司都知道我在谈你 大家还专门训我 怪我咯 就怪你 你轻点 董伟丽 你在哪儿 日料吃的是食材本身的品质和新鲜度 光倒酱油蘸瓦芝 掩盖不了本质问题 你说对吧 对 徐总说的对 你要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别那么快点头说对 你琢磨一下 我在说什么 我们做管理的 平时看的不光是员工嘴上在说什么 最重要的是对公司的态度 这个态度首先包含了做人最起码的诚恳 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没有 唯一鲜 李介居呢 刚才徐总亲自来叫他出去吃饭了 估计这小一个高升了 来 长青 你怎么来了 许总 晓薇也在这儿 我约了几个朋友 他们待会儿过来 你们在聊工作吗 你陪我坐会儿 晓薇啊 你先回去吧 许总 再见 许总 再见 长总 再见 这个人 是你签的公司的 对吧 那你 明天跟他说 公司决定开除他 为什么会突然这样 他 他的技术能力很强啊 为了这个人 技术部就赚不了了吗 我跟你说实话 今天我叫他过来 跟我一起吃饭 就是看在 你把他招进公司 这个情分上 给了最后一个机会 让他自己说清楚 答案造假的问题 但是这个小子 穿着明白装糊涂 不然我就爱莫能住了 明天让他赶紧把 手边的工作交接一下 卷铺给走人 这种人我心里用着不踏实 张晴 您也多担待 多体谅我一点 好 那么 你